他在這裏 弄好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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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砸椅子叫囂伴隨尖叫聲 有人看好戲 有人拿手機錄影 昏暗的卡拉OK一片混亂 一群人從店內打到店外 立委如仙一轉播的影片 就是兇殺案的現場 手忙腳亂把全身試血的男子 扛上車來緊急送醫 附近監視器也能看到 至少二十幾個人聚集在店外 幫忙報警找救護車 十二號凌晨 在屏東市的卡拉OK 雙方打全架 主賢是陸軍的333旅 林姓士兵 另外還有一名友人 在空軍任職 至於被殺死的 則是二十四歲洪姓男子 在海軍陸戰隊服役 雙方九後起衝突 林姓嫌犯持刀攻擊對方 刺破他的兇父母傷腫不治 兩方九克 九後發生爭執 造成一人死亡 三人受傷 洪姓死者臉書親友留言 哀悼難掩心痛 警方追查得知雙方 都是牽制願意的上兵 全案將依傷害及殺人罪 移送地檢署偵辦 並見請羈押 軍方表示要祭出重城 因為陸軍333旅可說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今年六月十五 同樣在屏東市 也有一名333旅的王姓士兵 跟人在吊蝦場抱口角被砍 送醫搶救還是回天罰術 四個月內發生兩起軍人命案 卡拉OK吊蝦場大亂鬥 也讓地方議論紛紛 三一輸的朱俊傑 我會想要評論到